8月17日中共市場監管總局發布 禁止網絡不正當競爭行為規定的徵求意見稿 並展開為期一個月對外徵求意見 該草案要求企業不得利用技術手段 影響用戶選擇或干擾流量 也不得透過限制交易對象、銷售區域或時間 以及參與促銷等方式 影響其他競爭對手的經營選擇 新規還要求企業不得直接組織 或是透過第三方 在短期內與競爭對手發生高頻率交易 或給予好評 觸發平台的反刷單懲罰機制 減少該競爭對手的交易機會 按照新的規定 企業、經營者需要配合中共監管部門調查 一旦發現有平台業者違反相關規定 就要採取措施進行懲治 中共這項針對互聯網企業的管控政策 被中國的龍頭科技企業帶來巨大衝擊 當日阿里巴巴、騰訊、美團等互聯網企業股票一度下跌 現在的互聯網企業甚至還不如1990年代的中國國有企業 因為他們被中共管得更嚴重了 然後也被中共不信任了 但是同時他們缺失零福利 除此之外 中共官方也開始以股東身份直接進入互聯網企業 路透社16號報導說 中共政府已入股抖音母公司 字節跳動和新浪微博旗下的實體公司 報導引述中共企業信用信息公視系統的股東數據 網頭中文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北京字節跳動科技1%的股份 據了解網頭中文本身是一個基金組織 它是由三家中共國家機構所有 其中包括一家中共主要互聯網監督機構 和互聯網企業 取得都是一個非常重要和敏感的企業 了解這件事的消息人士披露 通過網頭中文 中共政府在字節跳動子公司 擁有一個董事會席位 而這間子公司持有抖音 和今天頭條的部分營業執照 實際上與它長期以來實行的言論控制 是一致的 在掌控平面媒體電視媒體以後 中國當然要對互聯網 這個影響力更大的媒體 實行強化的管控 這裡既有內部的控制洗腦 這方面的考慮 也有向外的謊言 誤導和控制這樣的目的 報導中還指出 根據一份單獨的政府數據報告 和向美國證券監管機構提交的文件 網頭中文同樣持有微博的大陸的主要子公司 北京微夢創科網絡技術有限公司 百分之一的股份 這個決策中把行政管控變成了直接干預 實際上就是一種變相的國有化了 評論認為 這些知名的互聯網企業因中共的加入 以後的經營會越來越困難 在國際上也很可能會報上華為的後塵